那个《50外传》的兴起跟互联网文化的兴起还挺重合 他们在网上有巨大的影响力 你是有什么感觉 他一定会给你自信的 但我那时候还是觉得自己像踩的狗屎鱼 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在微博上有巨大的影响力呢 真的 我不是一个很懂网络的人 本能地对网络不信任 说实话就是有一段时间我还为他很苦恼 突然就让我在微博上又有了影响力去 就看有很多人看你在干什么说什么 正好用微博开始写跟难民有关的事情 但我前一两年写的时候 因为你自己都说实话都没太搞明白 你写的东西肯定也不会多自信 被骂得狗血喷头 自己家事都没操心明白 你怎么不去大梁山啊 你还跑到这个 简直就是做秀做到国外去了 当然肯定是很委屈了 他确实需要你有一个心理调整的过程 他的平民精神 他的某种真实感 都是一个迅速崛起的一个平民社会的自我投射 同时中国进入世界对世界影响越来越大 中国会有什么样的人代表这样的一个转型过程 对世界的影响开始发生呢 商业领域可能有马云这样的人 文学领域有莫言这样的人 他们认为是代表这样的东西 那快点明星领域 中国出现这么一个演员 他身上有这种公共精神 这就是一个非常契合的一个东西啊 他也试图驾驭这个东西 10年成立合国打电话给你吗 是难民署吗 难民署 那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呢 我那时候不懂什么叫难民 说实话 当时我经纪人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 我就问他一句 我说是安吉林的朱莉做的 他说可能是 他没有提到 我说那可以做 这个偶像的力量 你看见了没有 那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他呢 我当时是因为喜欢布拉批克 什么人呢 现在去第一站是去哪里 菲律宾马尼拉 什么感觉 第一年去 完全是稀里糊涂的 他们讲的故事 对我来讲 他们觉得距离我好遥远啊 待了多久 第一次去 前后一周 前后一周 有没有你特别真正震撼的一次 我们探访 阿塞尔比亚 对对对 阿塞尔比亚 我们降落的那个机场 也是我见过最草率的机场 一片红土地 我们到那以后就看 我说那有龙卷风 然后他们说不是龙卷风 他们叫热气旋 后来我一看 哇 好多地方都有 那个景象像在梦里头才出现的一样 然后到处都是 白色的帐篷 红色的土地 红色的热气旋 蓝色的天 特别蓝的天 特别蓝的天 后来我们去到他们的难民营 在一片红土荒漠中 就布满了一个一个白色的 还有彩色的帐篷 那个难民营我们去的时候 刚发生过枪战 他们内部的那个枪战 我们探访的第一个对象 就是在一个窝棚里头 我才知道苍蝇可以在那么热的情况下 生存得那么好 那个窝棚里全是苍蝇 成群结队的 生活中我们看见一只苍蝇 都要把它赶出去 那个赶不出去 那个感觉是你进了她的底盘 我旁边坐着一个 非洲的一个妇女 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她身上的那个气味 说不出来那是一种什么气味 那苍蝇就落在 她身上脸上 嘴上 睫毛上 鼻子上 我都看呆了 我有一两颗我都走神了 我都没有在听她在讲什么 她就很激烈地在说话 然后那些苍蝇就跟着她的嘴上下动人 她也没有伸手去赶他们 我那一刻我很强烈的感觉 我就在这一片 这样的一个贫瘠的土地上 就是生命都变得好卑微啊 就跟这些苍蝇一样 以往的那个那两次的探访经验都用不上 怎么想以情动人什么 就这种你都觉得自己 第一很多余 第二你觉得那样很残忍 我没有办法问说 你想不想念你的家乡啊 你有没有思念过你的丈夫啊 我问不出来这些话那一件 那你感觉到自己的变化吗 尽管每年的不长 但是还是非常的直接的凶击 你觉得你自己的变化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变化是 我开始感受到他们的 感受到他们经历了一些什么 那比如说 你说在北京 坦白说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是非常麻木和无感的 更别说到了没心没肺的 非常浅薄的 娱乐和时尚的行业 那你在里面会觉得 很不舒服吗 或甚至是气氛 为什么你不 大家都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或者 不愿意去 我不气氛啊 因为我以前也不懂嘛 我只是比别人有了一个 我不知道 就我觉得是 命运给了你一个机会去了解 了解这个世界的另一面 记得当时那些非洲的小孩 穿得翠绿的上学的那个同一发的袍子 黑油油的脸 眼睛里亮晶晶的 那明硕人不让我们带吃的给他们 但我还当时偷偷的在兜里头 揣了好多个棒棒糖 我觉得哪怕只吃一次呢 那也是美好的滋味 我就给了一个我们探访的一个小孩 那孩子拿了棒棒糖 第一时间就转身冲出去了 我以为他就是跑去自己享受 后来我才从我们摄影师的拍子图片看到 他把糖分给了旁边其他的孩子 他们一块含的那糖在蓝天下面 笑得特别开心 这些孩子的脸都是一脸憧憬 如果现在发现伞出的事情 我死了 你觉得你最重要的遗憾是什么 最重要的遗憾 就是没能看见 看见我的小孩成为一个夫妻 就是他的描述能力 比我想象的强很多 某人生 他描述他去南民营去非洲那种感受 那种非常细腻的那种感受 颜色 声音 他南民那种脸上的表情 这我觉得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 这个生活经验成为了你的经验的一部分 对 其实你对于约书特对 就是说 本身上我是个拒自私的人 我是个偷窃者 某人意义上 就是他的这些东西 刺激了我或者点燃了我 都是对我特别大的一个enrichment 我的一个提高丰富 所有这些经验也让你变成一个 更好的演员吗 你觉得 我觉得是的 让我对 对人生对人的理解都比以前要 要丰富了 不再只是简单的去 读解人性 你觉得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吗 他是个动人的 或者说可爱的 就已经很不错了 但他不是伟大 就这个是我们实在的悲哀 我们实在的悲哀是什么呢 就所有人觉得最牛逼的人 只不过是成为一个正常人 就是这个时代最牛逼的人 然后你看呢 我们这个时代年轻人最喜欢的 像罗伍浩这些人 他们觉得最牛逼的教育 就是没有教育 就没有受这些污染 就说大家没有意识到 在这之外有一个更伟大的东西存在着 他可能是学者里面 演员里面 他们就有辉煌的 深刻的 就这些东西在这个社会 大家还没有能力去欣赏这些东西 甚至因为他见不到这些东西 所以他以为保持自然 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的时代本质上就是一个非常匮乏的时代 你觉得他会难过吗 就是得知自己 我觉得还好吧 我觉得就是说面对真实的自我 就像我意识到我自己成了伟大的作家一样 就是也是一个到人到这个年纪就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如果这个节目包括我们的时代 我们对每个人的理解能够理解出自己真实的成色 真实的水准 然后我们还不放弃 愿意去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这种水准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了 我昨天也一直在回忆 我说这么多年 我看过这些书里头有哪一本书让我 就成年以后的那一本书让我印象深刻 我想起我大学时候我看过黑泽民的那个蛤蟆的游戏 他的每一篇文章都就已经就像一部电影 很有画面感 可是让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那个序 这么多年他的这个序经常在我脑海里反复出现 那序它是这么写 他就是说在日本有一个民间传说 就是日本的深山里头有一种蛤蟆 这个蛤蟆长得极其丑陋 身上有好多只脚 当地人经常把它抓过来 抓住以后就放在镜子前面 他在镜子里看见自己这么丑陋 就下过了一身油 这种油呢是很珍贵的药材 可以治疗烫伤啊 就是一些伤痛 黑泽民就把自己比喻成了这只丑陋的蛤蟆 他就是说他想他自己回顾晚年的时候 晚年的回顾 他就觉得像站在镜子的前面 然后看见自己年轻时候的种种的丑陋和不堪 尽出了一身油 嗯 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段训言 嗯 一直在我脑海里反复出现过 嗯 我不知道我 我是一个挺爱自省的人 是不是跟他有关系 可能这些都会有潜移默化的 嗯 你现在偶尔会想会惊起一身油吗 会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很多人开始关注你 嗯 在你身边赞美你 嗯 一开始 觉得很怀疑 嗯 然后到受缝络镜后来倒觉得 自我感觉开始有点不错 然后就觉得 哎 那我是不是 应该 刻意的说一点什么 嗯 说点有水平的呀 或者怎么样的话 嗯 可是当你 当你这样那样的时候 你却没有等到你意想中的反应的时候 你会一下子恨不得有一个地方给钻进去 嗯 嗯 你会发现那种 膨胀和骄傲 它会 让你的尾巴就竖起来了 嗯 在大庭广众之下 你自己还不自知 哈哈 然后然后懊恼目的 都已经看见了 嗯 嗯 是这样 嗯 清除了一身油 嗯 就是这样 哈哈 我们俩聊得 感觉都要睡着了一样 两个人 就 这就是申请模式 对 没有 你怎么时候开始 意识到 这个新的名声 要改变你的生活了 那我第一次被偷拍吧 哈哈 什么时候 我像往常一样去书报亭买杂志 我突然间看到 南兔娱乐周刊上有我的 我还以为我看错了 嗯 我说 那个穿着黄T恤 摆短裙的人 怎么那么眼熟 哈哈 那我就看见了我自己的名字 嗯 一点而不夸张 当时我寒毛倒数 你看 因为你看到里头 拍了你自己的家 就他从窗户外面拍的 你在那打电话呀什么 就那个感觉太差了 就是被人跟踪 被人窥视的 那种感觉 很令人恐惧 那你知道未来会一直 有这样的 就会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习惯 嗯 那好的方面呢 还有很多新的可能性嘛 就开始出现了 你肯定比以前有了更多的机会 嗯 你那偏丑长了 哈哈 你的自我的定位发生变化了吗 我要成为一个更好的演员 或者说更怎么样的一个人 你 你比如说我老举的那个例子 就是我们排过《暗恋桃花园》这个剧目 嗯 我们老是是想都不用想 就是让我去演云知返 嗯 没有人想过让我去演春花啊 连我自己也不会这么想的 嗯 但很显然你你毕业以后 演了一个像春花一样的角色也红了 这个真的是 你说不清是什么 是命运安排 是 所以她是一个有点错位的成 错位的名声和成功 嗯 嗯 我其实原来就跟今天 从你这走出去的很多女性 那个那个气质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对自我的认知是是是那样的一个 突然间有这样两个角色 完全打破了你对以往对自我的一个认知 嗯 发现本质上自己就是个农夫 是吧 所以你发现就是 就是你的自我认知 其实 有时候 不一定准确 嗯 你觉得她对你的捕捉准确吗 我 说实话 第一次看到那张照片 我第一反应说 很难看 嗯 但是 你再仔细一看 你会觉得那个感觉很熟悉 因为你看久了自己的时尚照片 你会已经变成一种惯性的一个审美思维 后来你蒙的看见人家这样的自己 哇 这个感觉是久违了的那种感觉 被时代周刊称为最有力量的女人 对你来说是什么感觉 那感觉让你又害怕 又觉得很新鲜 你怎么评价目前你演过的角色呢 比如说哪个事你觉得是个重要的 非常重要 当然它会有的使你成名 但这个跟重要不两回事 哎呀 我觉得我至今没有遇到一个 他就是我我就是他的这样的角色 焦灼吗 焦灼 嗯 对于一个快40岁的演员员来讲 当然会焦灼 嗯 但你又知道演员这个职业是 有太多的 不可控性 嗯 甚至是被动 嗯 那你会觉得有种 怎么说 分离感 就是你一个 新获得的一个国际性的名声 嗯 跟你缺乏一个真正代表性的作品之间的 分离 有过 嗯 当然有过 嗯 现在习惯 嗯 我现在也觉得我在干的其他的事情 也是一样很重要 嗯 人生中确实也不止只有表演这一件事情 嗯 虽然我很爱他 确实非常爱他 但是 嗯 我只能会说服自己说 嗯 也好 所以你还没有碰到自己新的角色 还在往上有可能 你还在奔跑 对 如果你有一天真的演了 那你接下来该做什么呢 嗯 挺好的 天平度的发挥作用 对对对对 所以是94年来 93年 93年去的 到时候对北京最初的印象是什么 嗯 嗯 就觉得北京好大呀 大的让人觉得自己好渺小 好渺小 嗯 我记得当时我们刚到舞蹈学院的时候 爸爸妈妈一走 宿舍里就哭成一片了 就我一个人躺穿 挺高兴的 就觉得 多好呀 终于来北京了 嗯 能去看天安门 嗯 说不定有一天我还能成为一个舞蹈家 多棒啊 然后一直心里抱着这样的一个念想 也觉得 或许我是隐藏在民间的一个舞蹈天才 嗯 后来发现念到二年级以后发现 嗯 不是这样的 发现 就发现什么呢 我觉得应该是缺乏天赋吧 就是我很爱舞蹈 我也会欣赏舞蹈的就是美 但是我达不到 它会是很大的心理阴影吗 就是 你发现了 但是你又在这个环境中 你也不可能逃出去 嗯 所以你就想 那是不是我努力我就可以 嗯 但是发现后来情分 也是无效的 嗯 97年毕业的时候 那时候 你对自己 怎么想呢 未来或者 我当时就是想考解放军事学院 嗯 嗯 其实我那年也考上了 但是 还是没有办法 因为 我们全班都是 福州歌舞剧院 这个代陪班嘛 嗯 我们必须得回到团队 否则的话就要交罚款 我们是十万元发股 挺多的当时 很多 对对 尤其对于工薪阶层来讲 所以当时就 哎 很无奈的就回去了 你97 98年是在福州 嗯 对 回去以后吧 那个日子啊 变得很可怕 嗯 我为什么是很可怕呢 突然间没有人监督你 每天 就是 到 歌舞团里头 点个名 集体开个会 就散会了 然后团里排什么剧目 都是 呃 半舞 就你知道 因为我们在舞蹈学院的时候 天天老师跟我们灌输 都说你们 何止是千里挑一 你们都是我们万里挑一出来的孩子 你们都是天之骄子 所以我们从小就培养了一个那样的 嗯 自己还觉得 感觉非常良好的一个这种 这个心理状态 结果突然间就感觉 哗 就掉地下 后来我就又骑着单车 就开着满城 就乱转 我给自己找到了一份工作 在肯德基里头 在肯德基里打工 所以我就变成白天 在福州歌舞剧院上班 下午时候我就去肯德基干活 多久这个 这个双重生活 持续多久 唉 大半年吧 嗯 那时候比如说在战兵剧团这样的生活 往往这种生活 人会特别渴望爱情 它像一个逃离的方法 嗯 你有 你有 是吗 我都结巴了 年轻时候就是追求爱情 对啊 嗯 哦 对 你要这么说 在肯德基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的经历很帅 但也只限于爱恋 后来我们老拿这个来开玩笑 就是一个叫Tony的一个男生 嗯 那时候我们还经常一块 嗯 大家 就我们好几个好朋友 嗯 一块去海边玩啊 什么的去旅游 嗯 他完全跟我歌舞团的那一部分生活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嗯 非常非常的单纯干净 我觉得好浪漫呢 就那种 没落的剧团的女演员 有一种特别的好感 他要是强 他要是成功就不好了 他没什么事情干 那种那种那种懈怠 厌倦 然后又有封闭的生活 我觉得有一天我记得我坐在那个凉台上 就看的对面平房 就大家可能都在午睡 然后有一只猫就在那个方亮上啪啪啪啪啪啪来个跳 我当时想这样的生活 我再也不想继续了 呵呵 后来我就想了说是不是去跑跑场子呀 我记得当时跑第一天那场子 嗯 就是 就我们不仅有跳舞 还有负责唱歌什么的 人家送了花篮 就要敬酒 嗯 我记得当时我们走出那个其中的一个场子的时候 就看见一个女歌手 被一群男人围在中间 好像是要他去另外一个地方 不知道是要干嘛 然后那女歌手说说我还有场子要跑 可能去不了 话都没说完直接就肚子上挨了一圈 然后就一群男人就把他围住了 就拳打脚踢了 但是看到这一幕 我决心我绝对不再来 反正就知道自己不能留在福州了 于是后来我就又北上了 还有什么你现在可不想聊的吗 其他的 嗯 我觉得就不要在视频里聊的 对啊 对对 咱们得放松聊 以后可以慢慢聊 有的是时间 对那部分魔鬼的部分慢慢聊 下次偷偷聊 我看了你们第一期节目我就觉得我应该能跟徐老人聊到一块 就是一个心理疏导 我觉得就会把这一次诊疗费打到徐老人卡上 你最想看到的 其实也跟谁对话 我很想看到他跟一个普通人对话 起头了 起头了 我没心见 因为毕竟在夸老是吗 在你的地盘也不找不夸人 就这样是吧 你就这样是吧 我觉得姚晨是一个对语言敏感的人 我另外一段是一种新的语言 这种语言是当时互联网的语言刚刚兴起那种嘲讽的那种反英雄的语言 他一下就进入这个语言的系统 微博是一种新的语言 他很快在微博中获得了一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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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我觉得这些东西 这个不成功的采访 也是有成功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本质上我们 分众这个城市的生活 感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